Hello大家好我是老杨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部韩国末日剧情片 末日飞船 准备好了吗现在奉上 一搜从韩国看完太平洋度假小岛的游轮上 一群形形色色的人整装待发 准备开始一场假日狂欢 船上的人来自不同阶层 尊贵的国会议员和他的儿子二柱 一群想要巴结议员却不受待见的小混子 三个拜金的外围女 还有一个浑身携带植物种子 总是蹲在墙角默默注视一切的神秘老人 最后是女主要妮妮和他的男朋友帅帅 这天到处溜达的外围女通过毛玻璃 看到了一员和二柱精致奢华的房间 他们瞬间不平衡了 他们在屋外大吵大闹 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那群小混子瞬间围了上来 围守了长发 一直想和一员打好关系 眼看表现的机会终于来到 他率领一群小弟 主动承担起了护卫工作 他警告三名外围女 老实点不然就丢你下海喂鱼 就这样几名外围女也不敢讲话了 午饭时间人群再次轰到起来 因为议员和混伙们可以共享豪华物餐 而其他人只能吃清汤寡水的和饭 眼看不满的人越来越多 议员只好做一做姿态 他表示这只是一个意外 以后绝对会和大家一样同吃同住 一个合格的领导一定要学会软硬解释 言语是维持稳定的手段 而暴力是镇压不满最直接的方法 议员和那群混伙是这样商量的 也是这样做的 在威严恐吓下 妮妮和男友帅帅也选择了闭嘴 接着小混子逼迫外围女开始营业了 凭借一两句空投支票 三个女人被哄得团团乱转 先是和混伙们逐个发生了关系 紧接着又被送进了船长的房间 这时候议员正站在甲板上吹风 他对外围女根本不感兴趣 目光却长时间停留在妮妮身上 是位狗腿子混混长发很会看颜色 他让议员回房间等着 说家人即刻奉上 长发用的方法简单粗暴 他直接冲进房间抢人 男友帅帅直接被拖出去一顿暴打 可能是由于激烈反抗 长发也极了眼 直接把帅帅给杀死了 船长已经受了贿赂 肯定不会出面 所以长发男大摇大摆的对妮妮展开了追逐 他围堵妮妮把他迷晕 祸害一番之后送到了议员房间 平时道貌黯然的议员立刻露出了真面目 此刻二周五来找自己的父亲 却被长发挡在门外 不过他还是听到了房内的声音 心想平日里尊敬的父亲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然而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 二周走进房间 看到眼前这具美丽的身体 二周子终究还是没忍住 半夜妮妮迷糊糊的醒来 身体的异样让他感觉到发生了什么 但他又找不到帅舍的尸体 绝望之下他准备跳海自杀 就在这个时候神秘老人突然出现 他救下了妮妮 而妮妮也再一次昏睡了过去 天亮了 众人惊讶的发现 轮船竟然飞到了海上 他们悬在云端 没有海也没有路 游客们惊慌失措 只好有船长出面安抚 而船长也是懵逼的 因为所有的通讯系统已经全部瘫痪 等待救援几乎不可能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利益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冲突发生了 议员要求由他掌管食物 按人土发放 通常情况下全是自带微信 最起码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议员有一群小混混维护 暴力之下 游客和船长只能被迫答应 此时神秘老人和妮妮藏了起来 老人在船舱里种植了很多农作物 而且还养了两只小鸡 似乎他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妮妮就不是很懂 况且这些作物只是幼苗 又有什么用呢 另一边 游客们接受食物分配 已经有些日子了 但苛扣这件事总是时而发生 一群激进的游客冲进船舱 却发现 议员和混混们正在大鱼大肉的享受美味 矛盾一触即发 但最后游客们还是怂了 因为混混有枪 所谓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船长和大副准备用炸弹炸死一员一伙 而一员一伙也早有警觉 开始杀鸡敬猴 暴打不服的人 当然对大多数人而言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与其提着脑袋和混混们硬扛 反而不如十几个人 打破脑袋去抢一块鸡腿 真是莫大的讽刺 老人这边农作物已经开花了 而妮妮也开始了孕吐反应 她竟然怀孕了 妮妮不想要生下这个孩子 却再一次被老人拦了下来 又过了一周 船上的食物越来越少 大家的食物也由一天两顿 变为一天一顿 很多人被饿得走不了路 反而三个外围女根本不受影响 只要伺候混混 他们完全不用为食物担心 期间一员儿子二猪 曾给妮妮送过几次食物 为了孩子 妮妮最终还是吃了下去 同时矛盾终于不可调和 游客们自发组织抢占仓库 一员一伙毫不留情的开仓镇压 游客们死伤惨重 冲了几次之后就再也不敢冲了 船长是有武器的 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提着手雷和议员对峙 要求重新掌管游轮 议员妥协说 我们完全可以平分资源嘛 双方互不信任 展开激战 船长被抚 船长的反抗让议员害怕 饥饿也让游客们逐渐失去了理智 议员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和混伙们一起拿出食物当诱饵 将游客们骗进了船舱 然后直接关舱门放手雷 大量游客被活活炸死 尼尼和老人在一起 才侥幸躲过一截 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受不了了 逃脱的船长一把火烧掉了所有食物 但随后他便被混伙们枪杀了 目前为止 整个船上只剩一员父子和混伙们 还有尼尼和老人 船长开始疑神疑鬼 他为了保全儿子 选择了和混伙们同归于尽 事情发展到这里 仇恨已经没有意义了 二猪和尼尼只好相互扶持 神秘老人变成了最终的救世主 鸡已经长大 农作物已经结果 二猪却被饿得失去了理智 他试过吃那些腐肉 但实在难以下咽 所以他冲进老人的房间 想杀鸡吃鸡肉 但这个房间是最后的希望 老人早已重重加固 这样下去 船上的人都会死 老人决定牺牲自己 一天一次从船上割肉 给尼尼和二猪 靠着这个 两人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但最后老人也死了 两人冲进房间 二猪又要去杀鸡 妮妮不准 因为老人说过 鸡要下蛋 农作物要结果 二猪忍不住 还是要杀鸡 既然如此 绝望之下的妮妮 选择杀掉了二猪 最后妮妮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终于在这一天 母鸡下蛋了 农作物也全部结果 妮妮的肚子开始剧痛 这天晚上 她生下一个新生命 几年过去了 农作物覆盖了整个船舱 母鸡们繁衍生息 生了很多鸡 妮妮的儿子也长到了六七岁的年纪 她整天摆弄手枪 不亦乐乎 又是几年过去 妮妮的儿子长大成人 但是船还是没有落地 每天吃鸡 已经满足不了妮妮儿子的欲望 最后她把双手伸向了妮妮 电影到这里戛然而止 看了整部电影 老杨只想说 哎人性哪 好了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